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咱们且说说是有钱没钱 吃好吃了都不说 我说后半生在让人家打来打去的 你说我还活不活呀 今天你们这个矛盾点爆发 是爆发在哪儿 爆发在女士给她的侄子 带了三文钱的款 对 您这个想法未必是错的 但有可能是不合理的 不合理在哪儿 您会想当然地把这个女士 当成了您的一种附属 您需要掌控她所有的行踪 掌握她所有的 做事的一些行为也好 做事的尺度也好 这些您都要掌控 但实际上你们 即使是合法的夫妻 我觉得她也有她的自由 这种附属的这种观念 是不合理的 但是最终的始作俑者是谁 是女士您 原本两个人是可以结婚的 但你们提出了一个客观的原因 不去结婚 有这种传统观念的两个人 非要做一个突破传统观念的一件事 你们又没有能力去承担 这个所带来的后果 无论是社会后果 还是你们自己内心的这种后果 你们都无法承担 所以就纠缠到了分手 其实女士 我感觉到 刚刚我给她读了这封信之后 先生似乎有一些变化 她好像不再像刚才那么激动 您发现了吗 是 她似乎有一些调整 但您依然坚持是吗 因为我现在是身体已经受不了了 三天两头就吵架 我一宿一宿不睡觉 现在腿和脸全都是肿的 先生您呢 您现在的态度呢 她现在说话吧 有些时候 颠三倒四也没个逻辑性 回去这四个月当中 就吵过两次架 给她动手那回再对回 她看不见说再改 那就您现在自个儿心理的想法 你们这段感情您到底想的是分手 还是想努力挽回 已经给你定了性了 你没有机会来 你说也没用了 我说也没用 能说合得更好 实在说不合那也没大事 这位女士 告诉我一下 你希望的心目中的男人 应该是什么样 至少是体贴女人吧 互相关心 互相照顾 那么面前的这个男人 你最不能包容她的 打算跟她分手的是哪点 就是脾气 这个坏脾气 已经到了让您无法容忍的地步 对对对 突破了你的心理承受底线 对对 那么除了脾气之外 她的关心体贴 这些东西到底具备不具备 不具备 这一个坏脾气 把她的优点就全都给否了吗 她就一点优点都没有了吗 有 有 告诉我她的优点是什么 她的优点就是能知家 能做饭 男士同样的问题问给你 你希望的女人是什么样 理得说说的 有话通得宽宽的 也替对方想一下 还有什么 没有别的要求 没有别的了 现在你面前的这个女人 让你认为值得留恋的 和不能容忍的 留恋就是脾气好 她脾气好 心没有坏心 这是一点 这个女人有让你 不能容忍的地方吗 推致牛 你给她说了八百遍 她不得回头的 宁 特别宁 女士 如果一个能持家的男人 但是在关心照料问题上面 略有欠缺 或者是您不能容忍的发脾气 这些相比较而言 是持家更重要 还是其他更重要 脾气更重要 脾气更重要 对 那么好 我来解读一下她的脾气 可以吗 可以 你面前的这个男人呢 他对你呢 是有一定的期望值的 对你们俩现在所形成的这个家 是有一定期望值的 但是由于您的执拗 有些他所期望的东西 他没有得到 他又说服不了你 没本事的男人 在这个时候就会动拳头 我们有时候说 有的人会发无名火 本来不应该发火的时候 他也会发火 他是因为有一种更多的 期盼和不满 然后借题发挥来发火 你这个男人是不是这种情况 找着茬的给你发火 也有 有 好了 我们也很希望 再给你一次机会 但你这个机会 能不能得到女士的认同 他能不能理解你为什么发火 这是需要时间的 所以我在想 今天你们二位又来到这里 女士您现在不用再表态 我是不是坚决要分手 现在我们要听的是男人的态度 我是个男人 我对女人要有一切的包容 你有没有可能想个办法 先跟她暂时分开一段时间 双方各自冷静一下 其实这话也提过 我想回老家 好吧 你要说有条件回老家 暂时先回去一段时间 对 然后双方各自再冷静一下 对 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之后 咱们可以旧话重提 对 女士你自己该过一段生活 过一段生活 在没有这个持家的 男人相伴的情况下 对 您认为 我完全可以离得开她 三个月 两个月之后 对对对 先生 对 你要坦然地接受女士的分手要求 对 不能再提任何其他的 让女士无法接受的要求 请 好吗 可好 可以吗 女士 可以 当刘岳新老师提出 最终的解决方案之后 白先生和赵女士经过认真思索 表示同意 他们约定暂时分开一段时间 白先生暂时回老家生活 三个月后这对昔日的恋人 再共同决定 要不要继续曾经的这段感情 也就是让你们能够保持一段距离 然后我们冷静各自去思考 希望你们在这段时间的思考当中 真的能够为自己得出一个答案 这个场合留给你们 其实先生 我不知道您是不是能够体会到 我们今天做的这个决定 它背后的意义 您要认识到 真的三个月之后 女士说我不希望和您再继续了 你们有可能三个月之后 就再不会见面 无论未来怎样 也无论您的决定是什么 我们总要为过去做一个告别 因为从今天开始 从这个决定以后 你们有可能分开新的一页 对 那既然这样的话 我们今天达成了这样的一个协议 彼此对对方再说上最后一句话 说吧 你说吧 我的家庭条件不好 不连累你了 三年来你也没想说出 我从心里都非常感谢你 行 这期的结论 要重新思考 谢谢对方老师 你说得很好 这几个专家说得挺好 都说得那星期了 其实分析分析到了 理解我也理解透了 好吧 那既然这样的话 不如好好思考一下 对对对 借着三个月的时间 对对对 好吗 给彼此一点空间 不论你们未来怎样 还是祝福你们能够生活幸福快乐 好好认真地平静地做一个决定 好 从这一天起 这对交往了三年的恋人 将会开始他们各自的新生活 婚姻和爱情不是交易 没有付出和回报的绝对公平 爱情原本就应该是无私的 曾经遭遇过失败的婚姻之后 想要重新建立信任 开始新的婚姻 更是难上加难 希望赵女士和白先生 能够珍惜这三个月的独处时间 冷静思考 慎重做出决定 期盼不久的未来 他们做出的决定 能让他们寻找到各自内心 真正的幸福